74岁的徐晓风登上大湾区的舞台 居然被人质疑是假唱 原因是话筒太远 唱功太稳 还有刚开口的冷字没跟上 后来有人放出他彩排的视频 不管你们看到的是真是假 彩排时小凤姐就是在真唱 作为殿堂级歌后 徐晓风的到来 让成龙把眼睛片都贴在了脸上 就怕看不清 刘德华变身小谜题 全程跟唱 任达华后台合影要签名 从卖唱歌女到一代传奇 他已然成为港人的精神领袖 本期的波罗巨叨叨就和你聊聊这位 偶像的偶像徐晓风 他开演唱会特首都是要捧场的 就问时还有这待遇 1951年 两岁的徐晓风跟着父母 从湖北搬家到香港定居 因为家中生意繁忙 作为大姐 他中学还没有读完 就回家一边召开生意 一边照顾弟弟妹妹 原本生活平淡且无畏 但人生的逆转从16岁开始 有两个朋友想参加歌唱比赛 想起徐晓风也爱唱歌 于是约定结伴而行 结果朋友落选 他却一路过关斩将拿到冠军 让他高兴的把这件事和父母分享 得到的却是一顿数落 正经人家的姑娘 为什么去干那些抛头露面的事 和戏子有区别吗 一句话伤了自尊 从此叛逆的种子在心底深根发芽 白天他依旧是帮父母分担家务的好搭姐 到了晚上 他就跑到望角叶总会去助唱 听着台下掌声雷动 他对唱歌这件事越来越坚定 终于有一天他被星探发现 包装迁进了娱乐公司 顺利进入歌坛 看着姑娘如此热爱唱歌 关键是刻意赚到钱 父母也就不再多问了 徐晓凤属于天生吃这碗饭的 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录了十二首歌 三张专辑 那富有雌性浑然天成的歌声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你不得不承认 有些人注定老天爷赏饭吃 成名后的徐晓凤从未忘记 自己在叶总会助唱的日子 也许是自己临过雨 所以总想为别人称拔散 梅艳芳 刘德华等后辈都受过他的提携 当他地位越来越高 钱越赚越多的时候 徐晓凤突然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了 于是一带歌后 化身买防狂魔 点关注 咱接着往下聊 TVB拍的乐坛插班生 郭少云演的角色 原型就是徐晓凤 曾经周润发 刘德华 梅艳芳等明星 都在舞台上用跪拜的方式 对他表示过感谢 徐晓凤在港圈可谓是领袖级人物 1989年央视春晚给他发出邀请函 请晓凤姐出山演唱 因为荡气原因 他没有办法去北京 但节目组已经通知各位观众 今年春节 徐晓凤肯定来 为了挽回损失 导演派人远赴香港 将他唱歌的画面录下来 在春晚中播放 到了90年代 徐晓凤的出场费更是高得惊人 据说比四大天王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早在80年代 人家就已经资产千万 成为香港最会赚钱的三大歌星之一 看着日进陡金的流水 徐晓凤一时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 很多人在炒股 他也想尝试 于是拿着BB机 整天跑来跑去 干了没几天 他就不吵了 觉得自己完全是外行 根本不适合 后来母亲之招 建议他去买房 在港人眼中 房子好比砖头 要把钱换成房产 心里才会踏实 于是一代歌后 变成地产大亨 零下有16个物业 包括住宅 商铺 别墅等等 到了90年代 香港楼价飙升 徐晓凤很快身家过矣 他把所有房产拿出来租 一年下来光租金就一大笔 不用唱歌 也够生活 事业上风光无限 感情生活就会若即若离 如今74岁的他 依旧单身 一辈子也没有一儿伴侣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徐晓凤一辈子无二无女 无老公 他不是没人追 而是在观众和爱情面前 他选择和观众站在一起 纵观徐晓凤的一生 他的经历就和歌声一样豪迈 虽然被人质疑假唱 但从没有人质疑过他的唱功 从1965年开始登台 唱了58年 从没有休音的录音棚 一直唱到现在 全开脉对他来说毫无压力 毕竟这是一口气唱了 43场演唱会的鼻祖集天后 因为有实力 所以有底气 1983年 徐晓凤在伊丽莎白体育馆 唱了一首勇敢的中国人 表达了香港人 想回归祖国的期盼 他才不怕得罪谁 徐晓凤有钱有实力 他的政治态度向来明确 当年他和商人廖先生 游过一段恋情 但南风想带他去美国定居 并成为美国公民 但徐晓凤拒绝了 他很明确地表示我是中国人 我要看着香港回归 然后放声歌唱 果真他等到了这一天 徐晓凤获得乐坛终身成就奖的那一天 四大天王还没有成团 即便乐坛人才辈出 也没有人能撼动他霸主的地位 这就是徐晓凤想质疑他的实力 你还不配 各位赞同吗 评论区来关注 我怕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咯